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嘩,這麼好的呀?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純熟以下節目內容,純熟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我是袁大明 很高興今晚又能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些近來在香港發生的事 或者困擾香港的問題 我們香港出路這個節目呢 希望能夠為香港尋找一些出路 能夠真真正正解決香港面對的問題 就不只是和大家一起大肆批評一下政府 某些機構,某人某事處理不當 大家發誓一番就算了 我們希望能夠找到問題的根源 了解問題的來龍去脈 希望能夠提出一些所謂具體的解決方法 最後建議我們作為香港人 其實可以做到些什麼呢? 簡單來說,如果你是那位負責人 在當時的處境之下 那你自己會怎樣處理這個問題呢? 我們其實在香港出路 經常有一個強調 其實香港人我們過去 始終經常都是只有一個講字 很多時候都講不出問題的解決方案 如果我們能夠用一個四部曲來看問題 第一,我們首先要知道問題的核心在哪裏 如果我們知道問題的核心 我就開始講了 這個問題為何出現呢? 從而我想一下有什麼解決方法 最後大家具體可以做什麼事 今晚我們會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最近很具爭議的 政府的諮詢都差不多結束了 就是關於所謂公平競爭法 我們很恭喜今晚請到 我相信香港是最有資格講這個題目的 孫柏文先生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因為他不單止在一個財經副刊裡面 在那個蘋果那裏 他是一個專欄的作者 也俗稱叫金手指 原來我發現他在讀書大學是經濟學畢業的 他經濟學得來 原來他專門研究幾個課題 其中幾個課題就是工業的組織 市場結構的分析和反壟斷的政策 我相信香港不能夠找到別人 在這方面是這麼專注 過去是曾經研究過這個問題的 那所以呢 和我們一向的金韻賢 大家就會探討這個問題了 就是說公平競爭法 還是所謂計劃的競爭法 好了 我們看看這個問題 大家一講公平競爭法 表面來說是挺好的 公平競爭 其實香港人個人都想要 所有議員都很支持這條法例 是啊 凡是有公眾場合 好像昨天我在社福六十週年 有消委會總幹事 陳黃水 在這裏 很多公眾場合他都說 有議員 每個人都支持 聽說準備上立法會議程 那 我不知道現在發展到什麼階段 那就是始終呢 我相信一般人 為何會這麼舉腳 舉手贊成呢 其實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聽過 那個美國微軟那件事 那就是大家都覺得呢 微軟那個公司的那個市場平台 那其實就是壟斷了那個電腦的軟件的市場 很厲害的 那所以在美國政府呢 都是想盡辦法呢 把這個壟斷的現象解散 那所以一般人呢 一聽到這些公平競爭法呢 很不其言呢 就會想到這件事的 不是 給個名字 給個名字 就是他會想到這件事的 那當時呢 他就覺得是喔 這是一個很清晰的例子 一個人大大大大企業呢 是可以有能力壟斷這個市場的 那而如果美國下 就是沒有這個這樣的法例呢 那這個問題呢 可能都很難解決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大家起碼在表面我們看 那公平競爭法的最終目的 是保護我們的所謂消費者 那所謂消費者委員會是 這麼極力推揚他的 和一般的香港市民呢 就是說 就是很直覺地覺得 哇 你看看我們香港現在 全部都是一些大的大的商家 是的 只有他們 我們要光顧他們 這些還不是壟地上 我們要有條法例呢 要打破這些啦 這樣啊 經常操控價格啊 這樣啊 就是一般的想法 我就是這樣的 今天聽到 多德雲你講 其實呢 這個香港出路 是想講這個 解決方法 解決方法 而不是只是謾罵 其實我聽到這個時候 就有點失望 因為我只是想你謾罵 哈哈 罵得來 這個 罵得來 這個要謾罵 為什麼呢 這個是可以謾罵 因為他是拿了一條惡法 這樣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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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步步去分析 我們表面是看到很多好的現象 很多人一般的直覺上 覺得這件好事來的 是 好了 那 宣柏雲 到底你看到 背後的問題在哪裏 要是這麼說 其實呢 首先 是有點失望 不可以謾罵 可以謾罵 不過 有道理 最後講出道理 很好 很好 非常好 其實呢 我宣柏雲很不喜歡這條法例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條法例 賦予政府 或者官員 或者什麼委員會 有一個非常大的權力 那天我寫了一篇文章 我提到已經是 三個字而已 三個詞而已 第一個就是不雅 第二就是叛國 第三就是公平競爭 這三樣東西 很難界定 政黨那麼難界定的時候 誰可以界定 究竟什麼叫公平認真 什麼叫半個 什麼叫不雅的時候 他的權力就會很大很大 你說 我們這個施生學會的 政策總監李兆富 曾經講過 他說 一條好的法例 是很清晰的 例如說 沖紅燈 在什麼情況之下 沖紅燈都是錯的 慢速錯 快速不錯 不過好了 說回這個計劃競爭法 在政府 眼中 在有情況之下 加價 你會犯法 減價 你會犯法 將價錢不變 也會犯法 可以講一講一講 什麼意思呢 什麼叫加價 又犯法 加價呢 加價慘了 你做生意的 你的行業可能已經很成熟 大家面對的成本差不多 成本突然升了 你就加價 轉價給消費者 看看消費者能否成熟 你把牌掛了 加價 誰知道 你的對手 全部都同時間加價 其實這個 這個新的價錢 是市價 不過消費者 消費者委員會 就會看到 同時間加價 就會說 原來你操控價格 合謀操控 合謀定價 好 第二個情況 減價 你減價 好像玩單一件事 我在蘋果工作 大家都買6元一份報紙 現在 5元 有些人買5元 不過有些報紙 即我們有社 就說 減價 減價 其實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的有社 可能被人告 略奪性競爭 好了 價錢不變 你價錢不變 那些人可能會說 你有這個市場的 支配地位 所以 就無需要減價 你成本減了很多 為什麼你不減價 最佳的位置 油公司 油價跌 為什麼你不減價 你不減價又被人告 是有侵犯這個 的 所以 正當你一個 商人 在這個社會重要的地方 就是 他不斷 想方法 去令消費者開心 而有了這條法例之後 第一的考慮 他做任何事情 第一的考慮 不是說 顧客會不會喜歡 而是 打電話給律師 我不會被人告 還有 香港是一個 競爭這麼大的社會 每一個商人 都會用盡所有方法 去提高自己的競爭力 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用這條法例去告你 這個問題就是這裡 賦予給政府的權力太大 還有 政府已經說過 會找一個獨立委員會 獨立委員會 去裁決 究竟什麼 叫做公平認證 好了 跟這個港管局一樣 他有能力去裁決 什麼叫做不雅 大家已經看到 秋英童話也好 這個港台也好 他的判決 他做的行動 最終是令到民間充滿 充滿仇恨和充滿分裂的 如果你一開始說 要界定這些事情的時候 就會很危險 非常之危險 那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那個條例 在表面的原意 似乎是非常之好的 但是在執行方面 是很困難 起碼我們很難有一個準則 我也想知道 一般來說 我用什麼準則 才叫做公平競爭 如果我們有一個準則 譬如說 政府很可能需要成立一個委員 由他做一個仲裁 給別人看看哪些公司犯規 正如你剛才所說 其實我們很難有一個準則 即是你加價也好 不加價也好 減價也好 其實三樣東西 都可以被人 將它 interpret 了它 演繹 當它是一種不公平的競爭 即是說 那個法例的問題 其實在執行方面 是有絕對的困難 可不可以這樣說 我作為師医生學會成員 其實我們師医生學會 最支持自由市場 而自由市場裏面 一定要如果成功 即是自由市場 我們支持自由市場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最相信自由市場 可以令到社會更加富庶 可以令所有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 那如果自由市場要成功 可以令到生活水平提高 必須要一定有競爭 一定要很大 每一個市場都有競爭 那你現在會問 嘩 為什麼師医生學會 這麼支持競爭 會這麼反對這條法例呢 就是因為這條法例會 減少了競爭 還有減少了營商 即是那群創業家 希望可以令到消費者更加開心 那種動力 是會完全減低的 那 即是我這樣說 即是陳黃瑞 那些消費會陳黃瑞 他是一個好人 他真是一個好人 不過正當他要求 大家賦予給政府這麼大的權力 去粗暴干預 每一間公司去營商的方法 或者去令到消費者開心的方法的時候 就真的很危險 他對香港是一個很大的憂慮 而另一件事 他經常都說外國有 我們香港要有 其實外國有很多東西 香港是沒有的 所以香港才成功 這個我已經說了很多很多次了 是的 我們不要這麼自卑 人家有 有時候我們不是跟大國 我們很多經常跟小國 新加坡小國 少了我們一半 我們經常抄他們 即是我經常都很強調 香港人應該對自己有信心 有自信 就不好 人家有 就一定要抄別人 即是最顯明的情況就是 到底人家做了這些事情 他們的經濟 但是競爭的表現方面 是否比香港好呢 即是我們 我現在想知道 到底在外國 有沒有一些所謂的成功例子 我還未講這段之前 我想講回你 剛才大家講 即是大家說 競爭競爭是好 當然我們說 是的 但我要公平競爭 我們不想要惡性競爭 好了 什麼叫惡性競爭公平競爭 其實都很難分 其實坦白說 歸根究底這條法例 是寫給消費者 是寫給消費者的 你說商家佬在這條法例 被人玩借的話 那消費者受害了 不是 如果可以成功地玩借商家佬 而幫到消費者的話 這條法例還可以立足 還可以達到他的目的文 即每條法例都有些東西犧牲 禁煙的話 就犧牲到煙民 保護到非煙民的健康 即每條法例都有犧牲 你為犧牲了商人 去幫到消費者 我師生學會都會想想 到底是否支持得過這條法例 至少他清晰界定了利和幣 有利 現在問題就是這條法例 根本就幫不到消費者 現在消費者 員工 或者消費者員工和公司 其實他們是一隊球 正當你那隊球打得好的話 就沒有人會說什麼三贏三贏 沒有的 大家贏的 你做得不好的 那你便倒閉了 所以這條法例 正當你搞那些創業家 令到他們有個hesitation 令到他們有保留 去提供最好最廉價的服務 或者商品的時候 最終受害者就是消費者 陳黃瑞這次 我們師生會覺得 某程度上 消費者委員會 已經沒有他原先要做的 mission 他的成立目的 已經沒有存在價值 因為他以前做過商品或產品的測試 或者去批評一些公司的服務之類之類 已經被廣大香港私人傳媒取締了 正當你已經被人取締了之後 他就要找新的事去做 如果剛好有這樣的新法例 他們已經開始放風 不如這樣吧 我們將消費委員會變成競爭委員會 變成港管局這樣 我不會說陳黃瑞本身有這個目的 只不過正當你那個官僚 官僚架構 官僚架構 美國列根總統也說過 他說官僚這件事是最難殺死的事 因為他不斷會找自己 不斷找人去做 令到大家覺得他還有生存價值 製造的存在 沒錯 好了 講到消費者這件事 在香港 有些人說 孫夏文 施資生學會 你們當然支持這個大企業壟斷 不然也不會反對這個法例 我們施資生學會 是非常之反對 香港公司有壟斷地位 是 不過怎樣壟斷法呢 怎樣為壟斷呢 就是我們施資生學會 覺得香港是由公司壟斷香港的市場 繼而傷害到消費者 好了 賣賣完 我講解決方法 第一個 很多人吵的市場壟斷這個問題 就是電力 電力 OK 在這個計劃競爭法裏面 亦有講到分配市場 即將分配市場這件事 令它違法 那分配市場是怎樣解釋呢 就是A和B 我做九龍區的生意 你做香港區的生意 大家分配市場 大家想想 電力市場不是香港最典型的分配市場 分配市場 解決方法就是這樣的 即是說 如果是他們要處理的問題 其中一個 他不要有分配市場 即是說 如果這條法例成立之後 兩間電力公司 便要面對這個條例的挑戰 是這個意思呢 大家看那七宗罪 即是這個計劃競爭法 即是計劃競爭法 想解決的中罪 其中一個是分配市場 分配市場 就是矛頭直指這個電力公司 最肉酸是兩個 好了 為什麼這條法例幫不了呢 就是你會看到 這條法例交上去立法會的時候 就會有一條很長很長的 exemption list 豁免 豁免這件事 就會兵家必爭之地 大家一定會看到 究竟香港哪一個機構 公司 政治力量最大的 就會上位了 好了 大家覺得 中電和港燈 拿不拿到這個豁免權 如果他拿不到的 我什麼都可以 這個一定會拿到 真的 如果你覺得這條法例 很簡單的 就是湯家驊 公民黨 或者是你華民民主黨 所有人 你今晚可以打電話進來 你的show 是呀 打電話進來跟我說 如果你 可以promise我 你 如果 政府提交這條法例 上立法會的時候 是不豁免港燈和鐘電的 如果不豁免 你才支持 一豁免了 你就會反對 如果你有這樣的膽量 那我就服你 根本就不會有這樣的膽量 是不是 人家合法分析 很簡單的 連李鵬的女兒 都供電不到來香港 就知道這兩間機構的政治權力有多大 是不是 好了 如果你真的想 你真的想打開這個市場 很簡單的 就是華能 即是李鵬的女兒那間公司 華能想搭一條電線 駁下去這個 不要說多了 只是駁下去九鐵 或者地鐵的網絡 將九鐵地鐵上的物業 的電網 開給華能 去競投 或者去競爭 是 一個這麼簡單的步驟 政府給不給 政府不會給的 好了 還有 政府經常都說 政府經常都說 特別是另一個七宗罪 就是叫做 串通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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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班人說 好了 有隻投標了 那我就圍標 圍標 大家談完數 對 我經常都在想 如果有一班人圍標 我是石油分析員 就像石油出口國 他們一起去減產 油價踢高 油價高 就會有新的油田 不是在油產國的地區裡 就會出來 令到油價自然會降低 我經常都在想 為什麼會有圍標的情況出現呢 如果這麼好賺的話 一定有人做的 香港的商家佬這麼貪心 有暴力 當然是爭的 好了 我聽聽陳黃瑞說 陳黃瑞說 最嚴重的圍標 就出現於公屋 還是居屋 的鐵閘 安鐵閘 即是他逐批逐批 外判出來 然後我就想 這個鐵閘 這個工序 某程度上一定是有 比較繁複的技能 比較難學的 不過我真的學到之後 為什麼我又不可以入行呢 我就去看看 原來 政府有一個名單 就是 你不在這個名單上 根本就不可以投票 好了 好了 陳黃瑞 我最重要就是這個 陳黃瑞是消費者委員會主席 他就是保護消費者 其中一件事 他覺得保護消費者的方法 就是推行這個法例 好了 你看到這樣的情況 就是有人遺標 而遺標的原因 遺標到的原因 可以遺標的原因 是因為 根本就是我想做 我沒得做 為什麼他不施壓給政府開放這個 list 他沒有做過 如果他真心想幫消費者的話 就迫政府開這個 list 等一條這樣的法例 這麼久 每天都有新房子建出來 每天都有新習慣上去的時候 為什麼他不迫政府 不要理住 先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這個計劃金制法 可以同時間進行 都先解決這個問題 他不做 走去通過一條這樣的法例 為了什麼原因 我也不知道 好 好 我想再說 你七宗獎 我以後不知道 你七宗獎是什麼 好 再說另一種獎 就是操控價格 操控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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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們第一名想打的 就是油公司 我是石油粉碩員 我看過整個 由石油離開地底 去到大家的汽車裡面 那個步驟裡面 油站的步驟 就是面對的成本 最主要有幾樣東西 是 第一名最大的 就是 香港 就是政府的稅 厲害 這個真的 我駕十年就知道 看過一張收據 你就知道 最大筆數就是 稅 第二 地租 又是給政府的 是 好了 大家13元有 一公升 其實已經有8元 就是這樣去到政府了 OK 你說它加快減慢 其實政府已經做了study 就是加上這個折扣 其實跟得很貼的 不過消費者 永遠都是加價 當然是育痛 減價就 OK 減價 可能會發現不到 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兌油公司很不公平 好了 8元之後 還有買電郵 買電郵 就兩個幾一公升 燈油火納 請員工 之類之類 當然有盈利 如果大家覺得它賺太多錢 盈利太高 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去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政府 城市規劃的時候 劃多些油站的地 現在問題在哪裏呢 就是 你問一下公民黨 問一下民主黨 問一下所有支持這條法例的政黨 因為這些政黨 全部都有區議員 如果政府突然在你的區裏面 兩三個油站 你會不會出來示威呢 整個氣站 你會不會出來示威呢 就是 如果你真的想打壓油公司 說真的 有很多塊地出來的時候 我是很相信 油公司的議論真的會跌的 如果你純粹為了打壓他們的話 就批多些地出來 個個都做得 就是 加油站 加多些油站 加多些油站 或者是 電郵輸入口的時候 手續不太繁複 例如說 可不可以 在大陸 問這個 中石化 去買兩三卡油 然後 當然 全部是安全手續 都做了 就過關 運去我自己的油站 我稅也交足 行不行 你看一下 是不行的 今時今日是不行的 好了 如果是這樣 我再次跟陳凡帥說 消費者委員 這麼多精英 沒有理由不知道這個問題 為什麼不走出來 沒有 他又要一條神奇法例 去保障消費者 不希望 甚至干擾油站的運作 這個就是 其中 三宗 其實這七宗罪 就是他們提出的公平競爭法 要對付 而是 我不知道背景是怎樣 現在他們很有趣 每一次 每一次 他有兩個戰術 第一個戰術 就是 你一反對 在任何公開場合 反對他們 我試過 陳黃帥也好 湯家驊也好 你一反對他們 第一句 就會跟你說 孫先生 你混淆了 他們已經去到一個人身攻擊的地步 我們剛才聽到 獅子生學會 都會比較生氣 第二件事 剛才你問什麼 你說七宗罪 他們提出來的 是用這個公平競爭法 要去處理 是不是 七宗罪 是 他們七宗罪 就是想處理這些情況 但問題就是 為什麼你不可以立即做到 其實是可以立即做到 是 你不需要用這條法例 你不需要用這條法例做到 而且有些地方 就算是一條法例 他都做到 現在最問問題就是 例如你想打油站 所以就做了一條法例 去禁止操縱價格 操縱價格的其中一個症狀 他覺得 跟很多公司 很多對手 跟市場加價或者減價 現在問題就是 香港各行各業 競爭這麼劇烈 讀經濟一兩堂都明白到 有一個叫市價 在很多競爭者出現的時候 就有市價 現在問題就是 他們經常都說 因為我們沒有這個調查的權力 所以我不知道 內部運作是市價 還是不是市價 我想跟大家說 如果你在一個競爭很激烈的行業 有市價的行業 突然間 同時的大家一起加價或者減價 你會被政府查 我不知道你們試過 有政府的執法部隊 ICAC也好 海關也好 警察也好 稅稅也好 稅稅也好 進來調查你的府房 那種慘況 那種對你的營運 那種 阻擾你的營運 那種很差 有 有 因為我大哥有兩個店 做生意 他經常做的 那些賣電力工程 和結具 那些水喉 那些龍頭 第一 第一來經常查的 就是基電柱 查他有沒有 那些違法的電力用品 但是 家電那些 他是不會去查的 好像實惠那些 他不查的 他說你們這些是受監管的 你們這些專門做電力這些 是這樣的 大家買拖板 他不會查那些 就查我大哥那些 經常來查 你是小小小的店 是嗎 不是 他是標榜電力工程那些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香港人常常說 為何大公司大企業 這麼好處 其實很簡單 剛才那個例子 就是 如果我有一間大公司 我可以請多律師 我可以請多律師 他要查我的 很簡單 我八間分店 我跟政府說數 我可以查兩三間 抽養 我都不管你查哪一間 你抽養查我 是嗎 好了 抽養查的時候 因為你公司這麼大 有一百間 有三間被人查 做不到生意 都是影響你百分之三的 這個營業額而已 如果你是一間小商戶 只有一間店舖 他一邊去查 那你就沒有了 你就借了 所以就是這些條例加條例加法例 全部都是出於保護消費者 就是令到小商會被淘汰 令到大企業剩下 我不是說香港沒有大企業壟斷 香港不是沒有壟斷 而香港壟斷全部都是拿正牌 政府額頭 兼顧政府合作 給他們壟斷 如果大家真的想見到公平競爭法 公平競爭出現的話 支持我們C23號會 逐個逐個這個壟斷打破 電力打破它 油站 逼政府開多幾塊地 還有 我們香港人 我剛才說了律師費 我們香港 美國人 就成了笑 就是他們一場大病 就是中產變無產 因為醫療費很貴 我們香港 就是我們香港 另一類問題 就是你一場官司 中產變無產 好 大家繼續說 律師貴 為什麼呢 律師貴 為什麼呢 很簡單 另一宗罪 外面 外面有王岸然 最清楚 是 律師費這麼貴的原因 就是沒有競爭 其中七宗罪裏 有一宗罪 就是不公平或歧視性的準則 我都覺得好笑 好笑 我們再說 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 25773798 網址 3w.natural healing.com.h 轉入呢 其實七宗罪 當時提出 都是可以說 用來 真正解公平競爭法的需要 但孫柏文 你不問 逐宗逐宗分析 其實背後的問題 是可以 不用用這條 麻煩的法例去解決 我剛才講了三四個項目 還有其他問題我都想聽一聽 由頂開始 跟回他的資訊文件 第一個就是操控價格 操控價格他們最喜歡用的就是油公司 油公司我都講過了 你開放油站地其實已經鬥餐洗 第二個就是傳統投標 他們做了安鐵閘 我也講過 因為他們安鐵閘投標的過程 是有這個 你不可以貿貿然走進去 一起去競投這個合約 所以才可以令到現有 出現這個現象 來來去都是那幾間 可以分配到 分配市場 我都講過 分配市場是我做九龍區 你做香港島區 這個最大的 最肉酸的例子 肯定是電力 電力這件事一定會獲得免權 所以這條法律也會獲得免費 大家作為一個很貪錢的商人 你現在即時引水貨入香港 所以你看到很多其他現有的公司 經常都說想打水貨的原因 就是因為想銷售和生產限額有的 這個也是想借政府的權力去增加資金 我又講過實例 小弟做專業攝影的那些 經常買很多工具 CANON 這裏說很低資 日本出了他都沒有出 那些水貨就馬上進去 他每次特意不賣 不拿進來 其他水貨就馬上引進來 很多我們都會賣 但是如果這條條例的話 那是不是會有限制呢 剛才我們聽到 這個問題其實很難存在 就算存在了 水貨也會衝擊到他 你剛才說到 你買不到 自然有人入水貨 所以這個問題又不是一個問題 即時去日本買 其實說真的 產品上 香港因為一個自由港 某程度上都不是很大的問題 如果大家是怕有這些 即是有銷售或生產 即是銷售或生產有限額 這個問題出現的話 最好去防止這個問題出現的方法 就是千萬不要政府 千萬不要被政府通過條 打擊水貨的法例 平衡進口 平衡進口 這樣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再接著就是聯合抵制 這是比較有趣的 大家想這條法例是去保護消費者 而大家覺得保護消費者 即是專家消費者的利益 最好的方法就是打擊大財團 聯合抵制 一個好例子就是 如果有很多小的商戶 聯合強迫一個供應商 不給貨白糕或圍巷 這些小的商戶已經觸犯了法例 變成這條法例是去保護大企業 即是現在問題就是 我們香港商人想到很多方法去競爭 而其中一件事就是 不如這樣吧 我們是小商戶 聯合了我們的購買力 去跟大商戶比拼 不行的了 完全不行的了 OK 即是剛剛就雙法的法會出現了 你知道越多法例 越大公司就越能抵受到 我不想說第六個算 先說第七個 濫用市場支配地位 其實我覺得 如果這條法例真的通過了 而這間公司是沒有豁免的 它也挺活該的 就是國泰航空 我深受這個問題的 即是你說它貴或便宜 我不敢說 我不會幫它計算的 我不可以計算了 現在宣派文成都說 它有這個市場支配地位 就是正當它每一次 它沒有一個工會出事 走去罷工的時候 那大家死了 大家出事了 那大家當然說 其實香港沒有什麼罷工的情況 為什麼國泰好像來不來 只剩單的呢 其實很簡單這件事 就是 正當公司有市場支配地位的時候 哪一個可以牽制著這間公司呢 就可以牽制著市場了 工會只要牽制到這間公司的話 就可以迫消費者提供更高的機票費用 去幫助自己的生計 那我覺得最肉酸的是什麼呢 機師 因為香港公司的機師 在香港 不說每一個人 很多人拿波子 住很大的陽房 他們月入得過十萬的 全世界最高工資 對呀 好像是 國泰好像是全世界最高工資 不像是 不像是 Junior Junior 二十多萬 其實這個市場支配地位 國泰為什麼有呢 就是因為我們香港港港公司 最重要的兩樣東西 就是 飛行權 和升降權 是的 香港的升降權 每一次 你香港可以在七立國機場 起飛或者降落的權利 當然 你都要飛去其他地方的 你去飛去其他地方的時候 就要跟對方的國家去講數 就是談判的 就是大家給我給你 沒錯 我想問一下大家 你之前知道 代表香港所有航空公司 去談判這個降落 即升降權的公司 是哪間 是哪一個機構 不是政府 不是政府代表我們香港市民 是嗎 是國泰代表我們香港市民去拿 沒有一個既得利益 已經很明顯 為什麼他們去代表呢 我不知 是不是這些殖民地 遺留下來的問題 我說不清楚 不過香港市民 如果是想解決這些問題 正要是很快速地解決這些問題 其實是有方法的 你逐件逐件搞定 一條這樣的法例 第一 會煩惱很多人 第二 未必做到他想做到的事情 所以都是要反對 好了 講回剛才第七 第七 第七 不公平或歧視性的準則 這一點我真的去諷刺 大家如果走上網 政府網頁去看一下 他的資深文件 他每一宗罪都會提供一個 例子 給你看看 一個外國例子 怎樣去抵觸公平憲憎憎 然後政府有什麼懲罰 在這個不公平或歧視性準則 美國某個州的律師公會 就說 如果你不在那個州裏面的大學畢業的話 就很難拿牌 我一看 我說 咦 怎麼這麼熟悉的 為什麼 這麼面善的 這個案子 哈哈 原來就是我們香港 我真的 這件事 我真的受不了 其實當時世貿 大家都很注重農業市場開放 爭議性很大 其實農業是對世界經濟很小的 百分比 其實世貿這次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是講服務 服務開放 這個服務開放 如果有人突然間減低了供應的話 那怎樣對付呢 我剛才說了 香港由中產變無產 一場官司就可以了 剛才Dr.Yun也說了 為什麼我們律師不可以盡候呢 不可以盡候呢 醫生也是 醫生也是 那你說他們的Qualification不好 就算了 好 我律師先 律師 考試而已 不如這樣 如果大家 湯家驊 你這麼大聲 你要求律師公會 大律師公會 如果你想在香港做律師 或者大律師 可以 所有畢業生 所有想做律師的人 考一場公公平平 公正公開的公開試 大家一起有同一個分數的pass fail 你不要說你香港CTU畢業 香港香港U畢業的 一條大直路做律師 外國回來的 當時他們自己大學的 number one grad 都考不到 pass不到 因為香港如果 就這樣考的話 外國人就這樣考的話 passing rate 是10% 加州也是 美國加州也是 哈佛畢業都考不到 是啊 這樣就公平了 你現在香港不是 好了 現在問題就是 諷刺的地方就是 你連政府都說要開放律師服務的市場 世貿也是這樣說 你湯家驊這樣說嗎 湯家驊很簡單 如果你說不公平或其事項準則 是用下去 自己的行業 對 不要說全面開放 只是說我是畢業生 我要考這個法律公開市 拿牌公開市 是 大家是公平公正的 我孫彭牙就服 大家的市民就服 就是這些那麼多 硬硬的事情 令到我不服 陳皇上 我不服湯家驊 湯家驊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機會 聽到這段 這段 這是一個公開挑戰 你做到這件事 你可以tackle到 legal society bar association 我孫彭牙都可以 我跪在你面前 我也可以 因為這七中稅 我過去就沒有什麼機會去看到 我就這樣眨眼聽一聽 哇 有這麼多的 這麼嚴重的問題在這裡 如果我能夠用一個公平競爭法 解決了它 我覺得是 非常之好 這些問題是存在很久的 但是我們就是 苦苦解決不了 那如果是不是 真是他們背後說的那些罪 那些例子 是不是你說出來的例子 或者他們想是想別的人 別的問題 別的公司 沒有想到自己的行業會受到影響 郭泰當時也沒有想到的 其他的問題 是他們自己的罪夫為首 好了 如果我這樣在宅案裡看 哇 正啊 這個公平競爭法 一次過把七大罪案 一次過搞定它 那好像表面來說是不錯 不錯 還是回到我原本的項目 就是 大家如果覺得 某個市場出現一些問題的話 不如每一宗問題 逐單逐單去解決 因為如果你賦予政府一個這麼大的權力 去界定什麼叫公平競爭的時候 就很危險的 簡單我做個比例 做個比喻 叛國 當時23條 大家都知道叛國這件事是很難界定 所以他寫的那條法例 就一定要賦予政府很大權力 去界定什麼叫叛國罪 其實香港今時今日是一條法例 是強迫大家不做些 我不要說叛國 但起碼侮辱國家的事情 就是不可以燒國旗 不可以燒國旗 不可以燒國旗 那你說這件事對還是不對 我不知道 但起碼一件事就是 五星期在香港被燒的情況 是很少的 如果你是一個愛國的人士 或者是愛國愛黨的人士 不喜歡五星期被人燒的 那你就通過一條不被人燒五星期的法例 但是很清楚 很清楚 你什麼情況之下 燒五星期就錯了 你說你很冷 山頭上只剩下五星期來取暖 你都有罪 不過燒了來取暖 都有罪 可能不會罰你這樣 對 你起碼可以在官面前求情 可以判你輕一點 所以當時23條 如果改過更好的名字 可能會過的 是啊 那這個名字很好聽的 是啊 公平經濟很好聽 我們香港人其實是很容易的 很清楚 我可以聽你的分析 你不要說國家安全法就可以了 是啊 你改一個很好聽的名字 這條法例會過的 不要有叛國這兩個字 是啊 那你應該聽你剛才的分析 我可以了解到 為什麼每個人都認為這條法例很好 是七足大罪來的 一次過就可以搞定 但是問題就是 這些這樣的情況 我即時想到了 譬如醫療方面的問題 你看看外國已經有這些法例 醫療的壟斷是很明顯的 全世界都有這個問題 那我就想知道 到底這些法例 在有這些法例的國家 醫療的壟斷問題有沒有解決到 是很明顯的 是沒有的 大家要了解一下 雖然在表面 所以我初初一聽 我覺得這條是很正的法例 七大罪行一次過搞定了 但是事實上 在外國我們看不到這些例子 即是我們現在想做的那七種罪行 是可以成功地解決了這個例子 好了 在外國的外國遇到什麼問題 很多國家有這條法例 好的事情 我一般人經常聽就是 就是那個 Bill基 那個 明遠 那件大事 個人在感覺上都是 對的 但是外國實行這些法例 出現了什麼問題 我先說歐洲 歐洲這條法例 後來變成怎樣呢 就是 很多時候 一間本地的大企業 就會控告外國的企業 正當外國企業 想進軍它的市場的時候 就會用這條法例去搞它 如果在我們香港的版本 有什麼情況可能會發生呢 就是 Walmart Walmart是全球最大的超級市場 他找到一個本地的partner 和這個白街和衛行打 那你知啦 現在百貨業 最容易爭客的就是減價 那怎麼辦呢 八街和衛行 就可能會通告 Walmart 和他本地的partner 就說他略奪性競爭 其實略奪性競爭 每一次那些商人 是減價的時候 都是想搶這個市場佔有率的 他不想做善事嗎 他一定是想搶股客回來的 好了 有這條法例之後 八街和衛行就會很成功 令到這間企業來不到香港 那美國呢 就會是怎樣呢 就會是 我看不順眼你這間公司 我就會告你 你的意思是政府 政府也好 私人企業也好 很簡單的 香港北雅這件事 港管局的北雅 沒錯是政府警告你的 是政府去告你的 政府去罰你的 好像跟現在的 只有三百人投訴 就會有港管局跟他說 你下次再做的話 我會考慮去罰你 是 也不排除 可能要嚴重度 將你的牌照吊銷 有三百人反對 就要 有三百人的投訴 就會分中 二百萬人享受的電視劇 就沒得看了 這個就會是公平認真法 就會出現的現象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 其實我也很服李華明先生 我當時說他硬膠 就是很堅硬的索膠 就是因為他 你在這裏說的 就是因為他思維上 就是比較欠彈性 你想一下 很簡單的事情 其中一個美國 因為有這十九世紀的 反亂犯出現之後 其中一個不可以說 就是合謀定價 合謀定價是怎樣 真的 一班商人坐過來聊天 所以說一下價格 就已經出事了 就已經出事了 好了 我想問一下 講完 香港人都有一句 講天下無敵 再有心無力 每個商會都有定價 有人跟 每個都是減價的 不過好了 定價也好 吃一頓飯也好 已經違反 我想問一下 是否商人沒有言論自由 是否講一下 我都不給 現在大家探討一下 很簡單的事情 大家做股票經紀 我打給你 現在匯豐一百四十三元一股 掛牌出來可能股數很少 大家想著 如果我跟你一起 同時間賣的 就值得一個價 有沒有方法 可以不值得一個價 可以放到匯豐出來呢 只要談這件事 又會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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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 你看到 這個 最終 你不想那些人 同時間 操縱價格 才禁止他有言論自由 其實 商人聰明到怎樣 就是 美國航空公司是這樣的 他說 我四十八小時之後 會考慮 每一程飛機 加五元 加五元 如果有其他航空公司跟他的話 那就加了 沒有的 他就會在四十八小時之後 宣佈說 我不加了 你不問 或者我不減了 你不問 只要如果沒有人 你不用坐在一起 去操縱價格 他就這樣個別 對 如果市場出現的情況 是政府陰點給他們 有這種操控的能力的話 就已經一定會操控到的 你說這個電訊商 香港最喜歡說 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電訊 有競爭 所以才可以有 這麼大 這麼便宜的價格 很簡單 就是問 為什麼以前 這麼沒有競爭 又是政府問題 又是政府問題 很簡單 我打電話 大家都知道 什麼是Conference Call 我打電話去加拿大 如果是九十年代初 我打電話去加拿大 問親戚 你這裡便宜 你可以Conference Call我去英國 這個行動 聽下去 很通情達利 如果那個不是我親戚 那個機器 我打電話去加拿大 加拿大打給我 再打去英國 接駁通電話線 就叫做回撥 當年王維基搞回撥的時候 香港電訊立即 charge他 說他違法 喂 大哥 他打電話給你 同時間打去英國 接駁通電話線 就說違法 就是電訊管理 就是政府保護他們 有個這麼創意的商人 拿當時最尖端的科技 去打破壟斷的時候 誰出頭 就是政府 政府包庇這些壟斷企業 在這個法例 我講過 大家一定要留意 一定要留意 就是它的豁免 豁免些什麼 豁免些什麼 他表面說豁免的那些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 這個好笑 怎樣界定 營業牙 我以前做塑膠 我以前做過塑膠貿易行 塑膠貿易行的 的毛利率是很低的 coupon 是多有0.5% 好的 好了 因為他 promote 一個月一個貨買來買來買 好 ولا講甚麼 不要講股票行都是 股票行你拿著 Nxt大的 你的brokerage是8.5元的 每人都 vaan100多元 不過在這個手連貿易行 raid 你買貨和賣貨 就不像broker 骨烈的本金 不是計算在自己的營業量 ест reci 不過你的手連貿業是對的 你跟政府說,那個錢不是的,其實最終政府不理 你達到某個營業額,就算是大企業的話,很多貿易行就無緣無故被添亡 其實營業額大,真正無利很少 你說用人頭去做,香港最人工密集的行業是什麼呢? 我說清潔,清潔,清潔,我請人頭不等於市場支配能力 政府有人玩事,一告我的時候,例如我做得好,我幫到大商場做清潔 一個,一下子放在你,我就玩借了,還有香港人被人告,特別是刑事 會很難刑事,會很難刑事,會很難刑人說,你被人告 好人好,就是不會被人告,但法例出現之後,可能我們鄉人會改觀 被人告,其實已經算了,被人告的事,都被人告的了 這條法例很危險 因為一般來說,香港民事官司,大家要花錢 但這條法例,可以令到,你在一個商場上的戰爭 是用政府的資源,幫你去打倒對方 沒錯,沒錯 我看到,其實背後的危機是很厲害的 其實我經常都想強調,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看表面,即我看表面的集中序,我覺得很吸引 即我這種看法,可能政府沒有辦法 因為那些官僚的問題,其實它不能夠有效地去打擊這個問題 好了,政府就希望借助這條新的法例,是幫他手 來乾乾脆脆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你這樣解釋,很棒的 這個法例是非常之好的 但我想知道,只要我經常要借助外國 你看外國有這些法例的國家,和香港來比 香港的競爭能力,香港的經濟的蓬勃的活力 是不是有這條例的好呢,還給它差 如果要抄別人的時候,人家有這些條例 結果國家會變成怎樣呢 是不是比香港更加有活力呢 是不是比香港更加自由呢 就是,這麼簡單的東西去看看 沒有哪些人去抄 我最想說,大家要記得一件事 就是,我反對最大的原因 是為了我們下一代 即大家可能有子女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想到一些很好的服務,或者產品想賣 而因為政府的監管,政府的條例 令到他們不敢創業的時候 最終那個受害者,就是消費者 即我們 我不說得多了 今時今日,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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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條例 你問一下今時今日的年輕人,創業 其實他們會覺得很煩 政府計算了,要幾天開公司 其實這些東西是很差的 例如說,我想要飲食業的 我要酒吧的 拿酒牌要多久 做防火,反對防火條例要多久 連一間大機構好像這個版錢壽司 大哥,他已經裝修好了 ready to go 了 都拿不到什麼牌 然後就告 對,然後又要告 如果版錢壽司要刪掉 那群零晨1點鐘,還在排隊的顧客 就是受害者 已經有很多條例 令到我們香港年輕人 越來越難創業 對,不想創業 最終受害者是消費者 大家千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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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讓政府有這麼大的權力 去干擾我們 干擾消費者 以及干擾這個創業家的心情 還有一個層面的問題 我相信我過去 我不覺得香港人想得到 其實我用那個層面 是更加厲害的層面 其實在現在的世界的趨勢 就是我們叫做全革一體化 globalization 如果現在這個法例 如果用在香港的問題 其實它的傷害力一定會有 但可能未嚴重到 如果我們在全球一體化 用這條條例 和你國家和國家的利益 和你爭 你就不能玩了 我給一個很清晰的例子 在加拿大 Canada Post 那個加拿大郵局 是給那些 我們叫做 career service 譬如DHR 他是控告他的 他說你是不公平競爭 因為在我們所謂的 貿易的障礙裡面 導致我們損失很多錢 於是他就控告那個 加拿大郵政局 是數以千萬 數以億的 因為我們經濟 我們的生意 是給你不公平競爭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你是津貼 你加拿大的郵政局的服務 在全球層面上看,其實將來這個影響是更加大的 我覺得在香港,今時今日,暫時沒有人在這個層面去看這個問題 在這個問題背後的問題是更加深遠,更加嚴厲的 有一個留言 有一個ICQ進來,說今晚應該講不到領會 這個Super Red Bean,當然啦 硬膠這個字不是我的,是高登人的 我都會回去拜拜小丑神,所以不用怕 不過膠這個字是好用,也是小丑神 所以我明白,不過這次真是神來之不樂高登人 馮華健就是,這個是李少傅要我講的 馮華健就是江交,很江呀,很江呀,傻交 陳黃帥就是厚交,很厚的,傻交 這件事我都覺得高登仔是好東西 不過我也希望各位高登仔,這條法律要反對,是不好的 大家想想一點,背後不是表面看得那麼簡單 其實我想,時間差不多了,我想再提一提 其實英國在十七世紀,有一位寫英倫法例的一位法律家 叫做Sir William Blackstone,他曾經說過,他說 法律越多,公正是越少的 希望香港在立法局的人,好好地溫一溫那些舊書 即是綁死了 法律越多,公正越少 好啦,時間關係呢,我們下次再繼續 多謝大家的收聽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